反正就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一个是Data Raw是Letsubview 一个是Data Inset是True 前提是你要先把 就是这四个景点 先用清单 一定要是清单 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清单的话 你没有办法 把它变成Letsubview 所以那我未来 在云端上会提供给各位 一个是最后画面的截图 一个是下方的程式 不过我讲过了 尽可能慢慢的 你还是要熟悉下面的东西 因为上面只是说让你 暂时可以不要一次 全部都用程式来打 不过未来 这个也是无法避免的 可能还是要程式 那再来的话就底下 我会希望做出像这样的 感觉好像下面会 这样子好像感觉会比较稍微 还是漂亮一点 所以Letsubview 怎么样让它再更漂亮一点 它里面的花样 其实可以变出蛮多的 你会发现 这个Jekry Mobile 做这个人 真的很厉害 22岁 他就把这个Jekry给做出 这韩式库给做出来 它可以让网页变得 网页变得很简单 手机界面本来以前 我们要排出这样的版型 这个非常麻烦 可是它一下子帮我做出来 OK 那怎么样加上这个重要景点 其实最重要是这个 就是Data Rule里面 有个叫Letsubview 可以的 那做的方式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书里面讲的 其实有的时候 你看文字叙述 还是做不太好做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其实并不太困难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它 Ctrl 字以下 OK 首先请注意一下 刚刚项目清单 你在项目清单上面 按个Enter 打个重要景点 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项目清单的 最上面那一个 当成是你的Letsubview 那第二件事呢 请你把这个重要景点 选取之后 在Data Rule里面 找到那个什么 Letsubview 就这样而已 OK 那他就知道 原来你会有一个 那个项目清单里面的 那个算是什么 一个上面的一个标签吧 那当然你有很多个标签的话 你就比如说一个 这个一个Guru 下面再一个Letsubview 再一个 你就可以很多个了 你可以分成好几段 我觉得这样也还蛮不错的 让那个你的清单 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不要说全部都混在一起 OK 好那这个时候做完之后 你就及时来看一下 诶 效果都做出来了 那其实不算太困难 不过这个功能 有时候看书 书里面讲的没有很清楚 因为 到底是夹在哪里 看半天 原来是这样而已 OK 好 那我有把那个 最后的画面 帮各位截图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 那再来 我们还要再加上那个 所谓的地图 影像地图 那那个影像地图 如果我要在下面 增加一个图的话 Enter一下 那你Enter之后 它会多一个项目清单 项目符号 你可以把那个 项目清单的符号 再点掉 然后让它多一个段落 这个就一个段落 那图的部分的话 我是放在范例档里面 就是说我们刚刚的106 那个题目里面 它就会有一个图 你把这个图拖拉过来 放进来 OK 其实它跟那个 网页设计加个图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可以就把它当 网页设计来看 但是它图太大张 所以我可以把它 稍微做个缩放 这个地方 那可以把它 从这个 这个 这个空点 把它再 往里面再缩放一下 那把这个图 稍微再做个缩小 那缩小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 针对它做那个 就是影像地图部分 它这个空点 有些 有些蛮难点的 或者如果你实在是 点击 不好点的 干脆 我们直接用什么 这边的大小 自动去缩放算 把这个宽 本来大概5 7 大概320 Enter一下 让它缩小 OK 好 大概用320 把它缩小一点 另外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能够将来呢 透过影像地图 比如说 在手机上面 它能够点绿岛 机场 就连到绿岛 机场的话 那这个图 其实你可以看到 点图上去之后 在它的右下 在左下角 会有一个圆形的 连接区远 你可以点下去 在绿岛机场 不过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框 这个圈圈 弄得大一点 但是不要太大 大概 就是大概比以前 在做影像地图 稍微大一点点 那为什么要需要大一点 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以前是用滑鼠点 现在是用手点 那手的话 当然它的那个 你没有 需要大一点的范围 所以你把它弄大一点 然后连接到哪里 这个叫page1 依此类推 所以你分别把这个page1 enter过 那再来一样 再去选这个 南辽浴港 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 就让它选 那个page2 所以底下的话 依此类推 大概做几个 你可以即时看一下 它一样会显示出来 当你游标放上去的时候 它可以点击 那一样可以跳到那个 我们的page1的这个 这个连接 所以这个应该也可以点击 跳过来 那这个 这个 诶 这样也可以点击 那只是点过来之后 这边好像还缺一些东西 不过这个等下再来加page 那底下这边还要再加 然后再换个颜色 再换个icon 这一题 最后再把它传到 也许今天还在练习 用phone gap 或者今天也可以 看看有没有时间 也许你们等一下准备一下 那个visual studio 也许用visual studio 产生也可以 不过 注意一下那个visual studio 这个环境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同学 你可以 把那个visual studio打开 但是你要确定几件事 一 这个档案 新增的时候 专案 你那个cortova 也没有装上去 因为我这台好像也没装 所以变成你要再点它 它会提示说你要不要再更新 那它就重新再跑一次 在这边 JavaScript里面 cortova app 这个时候是有的 有才可以 如果没有 那它会出现说要不要安装 要按你就装一下 大概要个五分钟吧 十分钟这样 要下载蛮多东西的 那这个地方它的位置 它会自动帮你在这个路径底下 产生一个 这一个名称的一个资料夹 那它一个专案就是一个资料夹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它打开之后 它会把一些cortova的韩式库 先帮你把它放进来 那如果说你要把那个什么 JavaScript的做好的东西 搬过来很简单 整个移过来就好了 那剩下的就是这样 它帮你去做 怎么样 把它打包成那个 就是APP的动作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 有时间也许你先了解一下 那再来就是它可以帮你输出 这游戏等一下再来看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就是先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影像地图 其他给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夜尾 还可以再做什么 做我们需要的 等一下再来看就是 底下还需要 这个做完之后 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东西 真的缺点还蛮多的 就是第一个啦 做完颜色太丑了 第二个 图示也是太丑了 这个都很想把它换掉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把 记得是业尾的 这个 这个是放在业 增加业尾 这个什么 手 打错了 首页的那个导览列 我这个首页 我是把它放在哪里 我把它放在这个下面 这边 那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